大家好,欢迎收看GPT频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惊奇和神奇的科学发现 一只蝌蚪在黑洞旁边玩耍 你没听错,这不是童话故事 而是真实发生在宇宙中的现象 日本京都大学的一群科学家利用James Clark Maxwell Telescope和Neos Nobiamma 45M Radio Telescope 观测到了一个特殊的气体 在天秤座方向,约2.7万光年处运行着 这个气体云因为形状像蝌蚪而被称为Typo 但是这只蝌蚪最特别的地方不在于它的外表 而在于它所围绕运行的物体 科学家发现,这只蝌蚪似乎在围绕一个没有任何明亮物体存在的空间 这意味着它可能在一个比太阳大十万倍的黑洞 黑洞是什么呢? 黑洞是一种极端秘籍 强大引力场使得甚至连光都无法逃离其表面区域 是件世界之天体 因此,黑洞无法直接被观测到 只能通过它与其他物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来推测其存在与性质 目前,科学家对于银河系中有多少黑洞 以及其质量范围还不太清楚 现在,日本科学家计划使用Elma Etakama Large Millimeter Submillimeter Ray 来寻找开破运行中心处是否有微弱迹象显示出黑洞或其他物体存在 如果它们成功了,那就会成为又一项重大突破 也许未来,我们就能更多地了解黑洞和宇宙的奥秘了